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简易版QQ项目实战课程 经过上一节课的学习呢 我们知道一个简易版QQ的大体开发流程 是吧 好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它的大体开发流程就是我们首先要实现一个引导页面 然后再把主界面给它做出来 最后我们来实现一个及时通信的效果 是吧 我们这个是一个大体的逻辑实现 今天呢 我们就来写具体的这个splash界面应该怎么去做 然后我们的一个页面滑动应该怎么去操作的 好吧 我这边对这个引导页面呢 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什么呢 我先告诉大家 就是我的splash界面 它过个两秒钟以后呢 会自动的跳转到这个veopager可滑动的页面上面去 我们先来看效果 我们一边看效果 一边分析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好吧 我们先来到模拟器 首先我们先运行我们的myqq 大家注意观察 我们的myqq它是一个怎么的运行流程 我点击完成以后 它自己有个progress bar 一直在旋转 然后过了两秒钟以后 就自己跳转到一个veopager可滑动的页面了 是吧 我再带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观察 是吧 两秒钟 然后自己跳转了 像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实现 我先简单的为大家画一张图片 然后告诉一下大家的实现思路 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实现思路来再来学习代码 应该怎么写 好吧 首先 这个是第一个activity对吧 activity1 两秒钟以后自动跳转到新页面 像这个功能我们应该怎么实现呢 其实非常简单 根据我们前面所学习的知识 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用一个handler 就可以实现这个界面 这种效果了 handler延迟两秒跳转新界面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了 所以我们的实现思路是怎么样的 我们在我们的逻辑里面写一个handler 然后让它两秒延迟跳转到一个新界面 这个新界面是什么 这个新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viewpager 然后这个viewpager是什么呢 我暂时先不忙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viewpager 然后我们先做到这个效果 先延迟两秒 跳转到一个新的界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viewpager是什么 好吧 我们先来看代码 我们代码呢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来看 先从布局文件来看 我的这个第一个activity 是取了什么名字 叫做start activity 开始的activity 对吧 像这个界面做出来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然后写个image wheel 这个image wheel下面呢 有个progress bar 对吧 我们先来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就一张背景图片 然后一个image wheel 然后一个progress bar 这些图片资源呢 我都会提供给大家 希望大家下来以后 能够照着我的提供的图片 把这个界面给写出来 写出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主代码 应该怎么写 我们的主代码应该怎么写 根据我们的思路 我们是要留一个handler出来 是吧 然后用handler pause delete这个方法 然后就可以实现一个延迟跳转 然后这个地方设置的这个参数呢 它就是延迟多少秒的意思 我是延迟了2.3秒 这个地方传的参数是毫秒 我这里写的是2.3秒 然后它就可以自己去跳转到一个新的activity 这个新的activity是哪个activity呢 就是我们这张图所画的 vealpager的这个activity 对吧 好 然后我们这个vealpager是什么呢 好 我这里先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我先把这张图片给保存了 好 vealpager是什么呢 我因为在我们的安卓高级UI课程里面有详细的解释到vealpager 这里呢我只做简单的解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如果对vealpager不是太熟悉的人就自己下来以后重新看一下我们迈子学院的高级UI这门课程好吧 我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我这里简单解释一下vealpager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手机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vealpager了它是一个容器空间是装载到我们手机的然后大家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vealpager对吧 然后我们的vealpager呢里面有非常多的有非常多的页面它到底有几个页面呢是我们自己逻辑写的大家看到这个以后肯定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有一个这样的思路 就是我们所写要我们要显示多少个页面是根据什么了我们要把所有显示的页面啊 所以第一步要把所有显示的页面 加载到加载到一个集合里面去 对吧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每次大家注意观察 我每次滑动的时候是有一个新页面被加载 然后之前的页面是不见了 对吧 所以我们肯定会有一个什么操作 肯定会有一个加载新页面 然后第三个删除旧页面 是吧 我们写一个vealpager的时候 我们最起码最起码要有这三个思路 然后我们来看vealpager的时候 它是一个容器空间 我们就能够理解它 对吧 好 我们先来看代码 还是老规矩 我们先看这个布局文件 我们的布局文件 我的vealpager是怎么写的呢 我用vealpageractivity 这个容器空间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android superv4.veal.vealpager 这个空间呢 我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是联想不出来的 大家看到了吧 我联想不出来这个superv4的这个空间的 这个只能死记住 但是如果这个名字太长 有同学也会说 这个名字太长了 我记不住啊 有什么办法吗 其实我们也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 就是我们找 安卓 provetlibrary 这下面就有一个superv4的包 是吧 按照superv4 然后我们找到superv4以后 然后我们找到 按照superv4.veal 找到这个包以后 它这下面就有一个vealpager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下面就有一个vealpager 如果你实在记不住 你就按照我的这个思路 给它找出来 然后照着这下面的来写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的容器空间的chamel 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容器空间 然后呢 我说过 它是每一个页面 对吧 每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要把每个页面 给它做出来 这个页面呢 我就取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vealpager-activity-item1 item2 item3 这个就是item1 这个就是item2 这个就是item3 我们写 针对每个页面 写不同的逻辑 先把布局 给它实现了 对吧 然后这个布局 就特别简单 是吧 我就不带着大家看了 就大家下来以后 自己根据我这个布局 写出来就好了 一个背景颜色 然后一个textveal 非常简单 对吧 一个背景的图片 然后设置一个textveal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了 这个是第一个页面 这个是第二个页面 也是一样的 一张背景图片 然后一个textveal 就可以实现了 然后第三个也是一样的 一个背景图片 然后一个button按钮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效果了 然后这个button按钮呢 点击以后会执行一个动画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点击以后执行一个动画的效果 是吧 然后这个动画的效果呢 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面再来讲解 然后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两个界面 给它做出来 好吧 我们把布局讲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讲解一下 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 我们这个地方 第一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handler延迟跳转 它跳转到的pageractivity里面去了 好 我们就来看pageractivity的代码 pageractivity的代码应该怎么写 我们肯定首先的 我们先通过fundvailbyid 得到这个vailpager 是吧 得到vailpager以后 根据我们这张所画的图片啊 我们是要把所有的页面 放到一个集合里面去 是吧 然后我们 我是怎么做的 我用inflate 然后把布局文件 xmail布局文件 给它转化成vail对象 然后我再new一个集合出来 把我的每一个布局 把每一个vail对象 给它添加到我的这个集合里面去 然后这个vailpager呢 它是需要 它是需要一个adapter的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的这个vailpager 是需要set adapter 把这个适配器给它放进去的 然后这个适配器应该怎么操作 这张图里面也有给大家解释到 加载新页面 删除旧页面 确定集合的个数 好 我们根据这个思路 再来看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代码 首先确定有多少个页面 怎么确定 我们把所有页面都加载到这个集合里面去了 是吧 我这里有三个 你们可以写四个 可以写五个 都无所谓的 然后我就这个集合.size 就可以确定这个页面的个数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 加载页面 这个就是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配器 adapter 这个适配器 所实现的一个方法 我们不用去关心的 我们只需要知道 这个方法是用来加载页面的 我们加载加载哪个页面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两句代码就可以实现掉 然后我们要删除那两个页面呢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代码可以实现掉 如果大家看想看更加详细的解释 就去看一下我们高级UI里面有解释到 VoPager是怎么实现的 好吧 然后这个方法是用来比较的 然后我们设置完这个VoPager的适配器以后呢 我们再对 再用这个VoPager的对象 点上set adapter 把这个适配器 给它设置进去 设置进去以后 然后它自己就就会进行内部的处理 然后我们就不用关心它是怎么去滑动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实现滑动的功能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Button按钮 所实现的一个点击事件 我这个Button按钮实现了个什么点击事件 我打开了一个新的Activity 这个Activity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的效果不是不是实现一个动画效果吗 我为什么要打开一个新的Activity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把每一个模块 模块呀 给它分离清楚 我打开一个新的Activity 我在这个Activity里面去做动画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 大家下来以后 先把我这两个界面给做出来 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做这个动画的效果 做完动画的效果以后 然后我们肯定又是用用一个方法 再打开一个我们主界面的Activity 到了主界面以后 我们肯定就是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到了主界面以后 像这些数据 我们就是从网络上面请求的一个数据了 然后给它设置到我们的ListView上面去了 对吧 然后在下一节课 下下节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告诉大家 怎么从网络请求数据 请求完数据以后 怎么解析 解析完成以后 怎么设置 这个就是我们下下节课的知识了 好的 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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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